我很少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的話 不過他最近有一句話說 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這句話我就認同 因為美國真的不是世界警察 他是一個世界的惡霸 美國政府一直都是用一個冷戰的思維和霸權主義 在世界各地輕風作浪 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 製造暴力和內亂 令到生靈塗炭 民不聊生 而美國政府去干預別人的內政 亦都有一套模式 就是打著不同的旗號 比如說人道主義 民主價值 然後再用各種卑鄙的手段進行一個干預 在香港 我們從反國教 非法佔中 旺暴 以致修例的暴亂裏 一波又一波的動亂 你都會看到一股強大的外國勢力 隱隱約約也感受到 在港版顏色革命進行 正正因為這樣 中央也覺得有一個極大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需要在香港制定港區的國家安全法 由於港區國家安全法 是有助反制外部勢力的干預 為香港和國家捉起一個防火牆 正因為這樣 所以刺激了這些外部勢力的神經 即時加強對香港事務的施壓和干預 比如說特朗普第一時間就要制裁我們 而英國也說要容許BNO入境的英國人士 是延長這個所謂的逗留時間 歐盟更加即時擺下手上一些抗疫的工作 走去討論港區國家安全法 干預中國的內政 更加荒謬的 你就會看到有百多個美國共和黨的議員 即時公佈一份叫做國安戰略報告 建議制裁中央的官員 大家看到外國勢力已經是這麼明目張膽 赤裸裸地干預香港的事務 干涉中國的內政 其實我們已經沒有路退了 我們只能夠加快去落實港區國家安全法 保障國家的安全 我亦都留意到最近網上有很多支持 落實國家安全法的簽名 我在此亦都呼籲我們的朋友 在網上簽名 在我們的街站上簽名 向外國干預香港的事務 干預國家的內政說不